最近想买二手房车的同学注意了 这期视频有一些二手车商看到了之后可能会不太乐意 但是本着能够帮助你们省钱避坑的目的 咱们来讲一讲购买二手房车最应该注意什么 视频有点长建议点赞先收藏 辛辛苦苦攒了钱 规划好了你们的诗和远方 结果被骗了 这搁谁身上谁不难受呢 所以各位不仅要便宜还得避坑 首先来说说从二手车商那购买的话 敲重点 在看到实车之前千万不要付订金 注意是千万不要 车商收车之后会对车辆做一些基本的整备 但是不排除有一些无良的车商 也会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 要知道你们所面对的二手车商 那都可是人精 没有罪精只有更精 那车的部分和购买二手小技车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主要是看有无大修是否泡水火烧底盘是否有损伤 公里数和车况是否和车商所描述的相吻合 那房的部分则是关注的重点 首先如果你购买的房车是玻璃缸的箱体 侧面有着明显的大块补漆 那么这车就有可能出现过翻车的严重事故 C型房车的额头处有补漆 小面积其实不用担心 但如果是一体化玻璃缸有着大块的明显补漆 那就要当心了 车头可能遇到过碰撞事故或者是直接被削顶 如果是的话 就无法保证箱体的牢固存在着安全隐患 遇到以上两种情况再便宜的车 各位最好都不要碰 然后就来看看房车里边有没有渗水的迹象 比如说天花板 吊柜 太阳能板的线束 额头天窗 拓展机构等等 如果说有时间一长 车的本身的结构会受损 而且会涨霉 会危害到各位你们的身体健康 那么再然后再来一个个去对照一下车辆的配置 有没有缺筋少两缺胳膊少腿的情况 那完事再来去试一试逆边器 车里边的电路水路设备 柴暖运行是否正常 水箱加水排水控制面板显示是否正常 地板门窗 直阳棚有没有损坏等等 那这一圈看下来之后 如果说有问题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有手有工具这些都能修好 那检查的目的说白了 就是能够增加你砍价的筹码 千万千万不要怕麻烦各位 那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问清楚 前任车主有没有做过改装 如果有 务必要检查一下车辆 有没有一边重一边轻的情况 因为那房车它的配重很关键 避免了这个问题 在遇到轮胎爆胎或者是超大横峰的时候 是可以保命的 这说到底呢 买二手房车想便宜又想避坑 那就是四个字 别怕麻烦 如果你是实大实的就一纯小白 又想买二手房车 我给出的建议就是 尽量选择市场保有量大 品牌力稍高 近一到两年的车型 再加上不怕麻烦 各位这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